各位嘉宾好 我科宇瑞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1號 禮拜四 也是民國113年的1月11號禮拜四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紹 2023年的 現在是2024嘛 去年的 2023年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我這個資料是來自於網站的資料 司法院的刑事廳 司法院的刑事廳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新聞的司法院刑事廳的資料 他說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三圖通過了 司法院他有表示說 提升量寧的妥適性 公平性修正不合理的移民署的 移民署的 不是移民署 檢查署的 閒的職稱 閒稱 好 好 嗯 嗯 立法院在金日 這個今天的金日啊 十二日 是指 2023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日 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 他修正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科行調查 第二個就是 因定他的執行刑 然後再來是 駁回再審的申請 還有第四個就是 不合時宜 檢查署 閒稱 這四個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司法院他表示說 在2023年的時候 司法院表示說 為了回應司法院4日775號 775號解釋的意志 審判長於科行調查程序 這個 審判長在這個 開庭的時候 有關於這個科行 的調查程序 要定這個 被告的 的刑度的時候 應該小玉當事人 小玉當事人指出 科行資料的 科行資料的證明方法 應該 就是法官應該小玉當事人 指出 科行資料的這個證明方法 然後又定執行刑 影響受刑人權力重大 應給予受刑人以延遲 就是受刑人可以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 好 這次修正有幫助於量行 跟定行程序的這個 妥適性跟 妥適性跟公平性 各位嘉賓好 這一次的 2023年12月的修正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科行調查程序的小玉 他說為了符合司法院4日 第775號的解釋的意識 使法院科行判決 就是法院的科行判決符合罪行相當原則 明文規定修正刑事訴狀法第288條 審判長與科行調查程序 應先小玉當事人就科行資料提出證明的方法 這個是新修正的刑事訴狀法288 我們看一下刑事訴狀法的這個288的第4項 他說 審判長就被告科行資料的調查 在事實訊問以後 就要 因於前項事實訊問以後 事實訊問完了以後 就要進行這個科行資料的調查 科行資料 科行資料的這個調查 然後先小玉當事人 就科行資料要指出科學的證明方法 證明的方法 好 這個是288的第4項 然後所以說科行資料的調查 在簡介在什麼時候呢 事實訊問之後 這個288第三項有規定 除檢視審判程序以外 審判長就被告倍數事實為訊 審判長要訊問被告的那個犯罪事實的話 因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 就是調查證據最後才能問 所以要先進行調查證據 然後之後他的最後 FINAL FINAL 就是調查證據程序的FINAL 最後以後再進行被訴的事實 被訴事實的訊問 訊問那個被告的犯罪被起訴的事實 被起訴的事實 訊問完了以後 就要進行科行資料的調查 好 然後在這個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什麼時候來進行呢 根據288行訴法 288第一項的規定 調查證據 應於287程序完畢後行之 那287怎麼規定 檢察官乘訴請訴要指以後 審判長應告知被告 第95條的事項 告知他95條的事項之後 95條的事 告知他95條的事項以後 就進行的288 就是證據調查 那檢察官先陳述起訴的要指 這是287的規定 然後審判長要告訴被告 95條 95條的事項 95條就是 審判長要跟被告講說 要告小玉被告 就是 罪名 他的罪名是什麼 他犯罪嫌疑 犯罪的嫌疑是什麼 然後他所有all the crimes all the crimes 犯罪的罪名 那罪名有變更的話 要 要給他重新告知 然後有監默權 第三個可以選任 辯護者 第四個可以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 這個是根據287的規定 287 當然檢察官一定要先 先陳述說為什麼要起訴這個被告 被告起訴完以後 審判長就 審判長就告訴被告 刑訴法 95條的事項 你可以保持見默權 可以請辯護律師 可以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 好 288 因為他審判長跟被告講說 你可以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 所以緊接的288就規定說 第一項 調查證據 應該在287條程序完畢以後 就進行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完了以後 就進行288的第三項 就 審判長就被告的這個被起訴的事實 來給他詢問 這個詢問被告的被訴的犯罪事實 應該在調查 就是被訴的事實 應該在調查證據的final 最後面行之 然後 審判長調查 訊問完被告被訴的事實以後 接下來就是被告的可行資料的調查 所以288的第四項他規定說 審判長就被告的可行資料的調查 英女前項事實 訊問後 之後 after 他訊問完後 inquire the crime fact 然後就小玉 來訊問被告這個 就被告可行資料的調查 小玉當事人 就可行的資料提出證明的方法 這是新修正的刑事書狀法的288條的第四項 這個非常重要 好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點 定因執行刑的程序 定 科行完了以後要定執行刑嘛 他說第477條已經刪除了 刪除 刪除夜今司法院4日775號解釋 宣告失效的更定其刑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477號 這裡有提到刑訴法的477條 77條 嗯 他這裡提到更更定其刑的部分已經被刪除了 所以現在的477的話 第一項規定 依刑訴法 不 依刑法 53條 54條 還有依照刑法第54條 因依刑法第51條第5款 至第6款第7款的規定 定期因執行之刑者 因由該案犯罪事實 最後判決的法院的對應的檢察署檢察官 具備善本 申請該法院裁定之 由檢察官來申請 申請該法院 然後由法院來裁定 法院一接受善本後 應將善本送達於受刑人 受刑人 就是說 477的第1項就是說 依照刑法53條 54條 第53條 還有54條 依照刑法51條 第567款的規定 要定他的執行刑的話 由該案犯罪事實 最後判決的法院 對應的檢察署檢察官 具備善本 然後申請法院來裁定 就是 要定這個被告的應執行刑的時候 由檢察官來申請法院裁定這樣 法院已接受善本以後 應該將善本送達於受刑人 然後受刑人獲取 477的第2項 受刑人獲取法定代理人 配偶亦得請求檢察官為前項的申請 然後第3項 法院對於第一項申請 出顯無必要或急迫情形者外 於裁定前 應與受刑人以延遲或書面 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個就是2023年12月新修法的部分 好 第4項 277的第4項 法院一地項裁定 法院一地項裁定其應執行之行程 應記載審酌的這個4項 應記載審酌的這個4項 然後這個477的第三項 就是這一次2023年的12月修法的新修訂的內容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司法院的新聞稿 他說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已經刪除了夜經司法院4日第775號解釋 宣告失效的更定其行的部分 且因審檢分立 審判跟起訴要分立 檢察官與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 而對法院獨立行使之權 故修正已不合時宜的文字 就是檢察官是 對法院是獨立行使之權 因為審檢分立 又為了保障受刑人的陳述意見權 還有檢察官受刑人的救濟權利 保障檢察官的救濟權利 保障受刑人的救濟權利 明定檢察官申請法院定應執行行時 法院原則上 應給予受刑人以延遲或書面陳述意見的機會 並應記載 定應執行行審酌的事項 這個是省酌事項是在477條的第4項 這個是477條第3項 這個是2023年的新修法的部分 然後他這裡有提到刑法 好刑法 那我們看一下刑法53條 跟5 51 53 54 這裡有提到刑法 51 51 53 53 還有54 那我們看一下刑法的規定 好 刑法112年12月27也有修訂 在刑事項 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新聞稿裡面有提到477的修正 然後刑事訴狀法477條 第1項就有提到刑法51條 51 53 54 那我們看一下刑法的 51 51 還有53 還有54 54 我們先看一下51條 51條是講宿罪病法的 像51條的第1款 如果宣告多數死刑的話 大概只能死一次 不過這個死刑真的是要廢掉 因為死刑 在這個羅馬規約裡面已經沒有死刑 而且也沒有無期徒刑 最高是30年 然後 宣告多數無期徒刑的話大概只能關一次 然後第4款 51條第4款 宣告最重行為無期徒刑的話 就不執行他刑 但是罰金跟重行不在此限 這個是 51條是 刑法51條是 宿罪病法 宿罪 如何來進行病法 合併處罰 這是51條 然後在 53條 53條跟54條 那我們看一下53條跟54條 他說 宿罪病法有兩個裁判以上的話 依第51條的規定 定期應執行之行 那如果有兩 這個 刑法53條是在解決有兩個裁判 有兩個裁判 有兩個裁判的話 有兩個裁判的話 還是依照51條的規定來處理 54條 那宿罪病法已經處斷 已經告個段落了 各罪中有赦免者 如各罪中有一個是受到的赦免 這個罪已經被赦免了 余罪呢 仍然要依照 假設有五個罪 A B C D E A這個罪被赦免了 那B C D E怎麼處理呢 他說余罪 B C D E 另外假設有五個罪 其中有第一個罪被赦免 其他四個罪 仍然要依照第51條的規定 51條就是宿罪病法 定期應執行的行 那如果只剩下一個罪呢 就依照他宣告的行來執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477 他說依照刑法53條 因為有兩個裁判嘛 那還有54條 54條的話就是 宿罪病法已經處斷 結果一個罪被赦免 那其他罪的話 要依51條的規定 來定他的執行刑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51條的第5到7款 51條的5到7 5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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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罰金的話 各刑中最多以上 然後合併刑 以下這樣 然後拘役的話 不能超過120天 然後有期徒刑 不能超過30年 好這個就是477的 依照刑法53 還有54條 依照刑法51條 第567款的規定 定期執行之刑整號 應該由該案犯罪事實 最後裁判 最後裁判的這個 法院對應的檢察官 被據善本 申請法院來裁定這樣 好在裁定的時候 這次修法的話就是說 在定這個執行刑的時候 法院原則上應該給受刑人 以延遲或書面 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就是477第三下 新修正的這個內容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次修法 另外一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 駁回刑事訴訟法上面的 再審申請的規定的話 他說現行的434條 400 434 刑事訴訟法434的第二項 第三項所稱的這個 駁回申請的這個 前項裁定 就是駁回申請的裁定 還有前項裁定 他說依照那個體系的解釋方法 然後均系指 全部都是指什麼呢 同一條 同一條的話 因為這個是 這裡提到的是 刑事訴訟法的434 都是434裡面的第一項 全部都是指向同條 刑事訴的434第一項 以無理由駁回再審申請的裁定 為了有利食物上的運用 所以它名文規範 這是說修正刑事訴訟法434 好那我們看一下 刑事訴訟法的這一個 4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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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認為無再審的理由的話 應以裁定駁回支 那這個 有關於再審的規定 規範在刑事訴訟法的第五篇 第五篇 第四百二十條 第四百二十條以後 就是有下列 第四百二十條是說 有罪的判決確定以後 有下列情形的話 為了受判決的利益 可以申請再審 證物被證明是偽變照的 總共有六個再審的 這個是420條 那434呢 434他怎麼規定呢 法院認為再審沒有理由的話 他是用裁定駁回 不是用判決 因為程序上的嘛 再審是重新再審一次 所以他是程序上的 所以他不用判決 然後申請人或受裁定人 不符前項裁定的話 得於裁定送達後 十字內 那是可以抗告的 那這一次的抗告 裁定 然後第三項 經第一項裁定以後 不得更以第一原因 申請再審 然後這個 434他有提到 柏惟申請的裁定 他這個是還沒修法 還沒修法 還沒修法之前 他柏惟申請的裁定 他沒有說前項裁定 然後呢 還有呢 前項裁定 前項裁定 所以他那個 這個就是裁定的話 就是把裁定的範圍 把它解釋得很清楚 規範得很清楚 都是指這個同法 434條第一項 以無理由柏惟再審 這個看得非常清楚 434第二項 申請人 或受裁定的人 不符前項 他這次有修法 把那個裁定 因為之前的話 那個沒有指明是哪一個裁定 是哪一個 駁回的裁定 然後這個裁定有很多種 那這次修法就是說 434條第二項跟第三項 所指的裁定是全部都是指434條第一項 法院認為沒有再審的理由的話 所以 在這個司法院的新聞網裡面 提得很清楚 都是指 同條 同條的話就是 刑事訴狀法的434條第一項 第一項沒有理由駁回再審 這樣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次刑事訴狀法修法的 因為我很久以前我就覺得 奇怪地檢署怎麼隸屬在法院呢 所以他這次有更名 配合檢查署 閒稱的修正 各級檢查署已經更名了 省檢不是要分立嗎 檢察官於其所屬檢查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 而對法院獨立行使之權 他對法院而言他是independent 是獨立的 故將各條文的法院檢查署 法院的檢查官修正為檢查署 法院對應的檢查署的檢查官 那我們是非常樂見齊成 齊成 好 那去年的修法 除了這個修法以外 他還有鑑定制度 鑑定的制度 鑑定制度的修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鑑定制度的修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2023年刑事訴訟法 他這個鑑定的這個制度 他的那個修正的一些重點 好 那我這個網站的資料也是來自於 司法院刑事廳 112年的12月1號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 這次修正的內容 好 他的標題是這樣寫的 司法院 立院三讀 三讀通過 國會三讀通過 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 司法院他的說 強化鑑定制度的程序保障 嚴謹證據法則 好 證據法則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次修正案 在2023年的12月1號 立法院三讀通過 刑事訴訟法 這個一字 這裡有提到一字 這個一字是指哪裡 是指民國112年的12月1號 一字 好那我們看一下一字 好一字 他說這個在2023年 現在是今天是2024年的1月11號 在2023年的12月1號 立法院三讀通過 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通過 關於鑑定的修正 identification 司法院表示說 本次修法對於鑑定人的資格 他的資格 與本案訴訟關係人的利益 接入 訴訟關係人的利益 要接入 偵查中可以請求檢察官為鑑定 偵查中就可以請求檢察官來鑑定了 好了 當事人與審判中 自行 也可以 審判中可以自行委任鑑定 還有鑑定費用的負擔 然後為機關實施鑑定的治安人 要簽名 還有呢 使道庭 然後鑑定人要道庭來 來延遲說明 然後呢 另外一個重點 是對專家學者 遵循法律意見的事項 明文規定 強化鑑定制度 程序的保障 嚴謹證據法則 讓我們國家的鑑定制度更為更爭完善 更為完善 好 那這次三圖通過的 總共有 有關於鑑定的話 有九個重點 這個九個重點都非常非常重要 好 依依來跟各位嘉賓來介紹一下 這個行事訴訟法 在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三年的一月 十二月 抱歉 更正 在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一號修正的 有關於立法院 立法院通過的這個刑事 立法院在二零二三年的 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一號 三讀通過的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裡面有關於鑑定的 修正的內容 第一個重點 他說鑑定鑑定人 鑑定人的資格非常重要 並應揭露本案利益關係 他說 利害人跟本案的利益關係 要不要迴避 為使鑑定人的資格 資格更為明確 將鑑定人鑑定為 鑑定為因為學識 他的那個knowledge 或是technic 或experience 或是training 或是education 而就鑑定事項 具有professional capability 然後為了確保鑑定人的中立性 neutral 還有那個公正性 candid candid 增加鑑定人跟本案的利害關係 均因於揭露 這個是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的198 所以刑事訴訟法的198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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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因為鑑定官 這個鑑定啊 鑑定鑑定這個證據 這個要判一個 法官要判一個 那個被告要有罪的話 一定要有證據 然後自白不能當作唯一的證據 要有其他的補充證據 所以那個鑑定人實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所以他198條 第二項他就有提到 他說鑑定人就本案相關的專業 professional opinion 或這個data的那個prepare 或是說submit 應該sure sure 要揭露下面following information 第一個 他跟這個被告啦 自訴人啊 代理人 辯護人 律師啊 輔佐人 其他的訴訟關係人 有沒有分工啊 有沒有合作關係 有沒有合作關係 然後第二個就是有沒有金錢報酬 資助 然後第三個 前項以外其他 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的身份 金額或價值 這裡有無分工 我乍看之下 這個未來修法是哪方面的分工 哪方面的合作關係 恐怕要寫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 刑事訴訟法裡面的198 198 刑事訴訟法的198的第二項 刑定人就本案相關專業的professional opinion or data的這個prepare 或是說submit 要sure 要揭露下面的事項嘛 他說這個 這個刑定人跟被告 跟製訴人 跟代理人 辯護人 辯護人就是律師嘛 輔佐人 或其他訴訟關係人 有沒有分工 是哪方面的分工 哪方面的合作 這個所謂的分工或合作關係 恐怕要在家裡定義清楚 這是我對未來修法的建議 有沒有受全款之人 這個198第二項 第二款 第一款就是這些人 全款之人 就是被告 製訴人 代理人 辯護人 輔佐人 其他訴訟關係人 有沒有接受他的報酬 有沒有接受他的錢 金錢 有沒有資助 接受他的資助 或金額 資助的話 或接受他的報酬 或接受他的金錢 他的quota是多少 他的value是多少 好 第三項 抱歉第三款 198 這198是刑事訴訟法 198 第二項第三款 前項以外其他提供金錢報酬 或資助者的身份 身份 他的 他的 他的身份 是什麼 然後他的 資助 金錢 報酬的那個quota是多少 他的value 價值是多少 好 這是198 好 接下來是那個 偵查中得請求鑑定或選任辯護人 偵查 偵查中 偵查中 198 之一 還有 208 第四項 這一次修法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說 偵查中可以請求鑑定 偵查中就可以請求檢察官來鑑定 就與證人 對物證可以鑑定 或選任鑑定 審判中得申請選任或阻託鑑定 主托是法院主托的 選任 為了使被告及犯罪嫌疑人 辯護人 還有其得為被告輔佐之人 其前參與 促使還有以及促使檢察官的多元考量 這裡有提到犯罪嫌疑人 同樣一個人 犯罪嫌疑人還沒有移送到地檢署 還沒有系屬於法院的時候 在司法警察機關階段 我們叫他犯罪嫌疑人 然後經過司法警察送到法院裡 移送到地檢署以後 地檢署以後他的身份 同一個人 他的身份 在司法警察機關偵查階段 叫做犯罪嫌疑人 移到了地檢署以後 就叫被告 他說明定偵查中 可以請求檢察官鑑定 被告可以犯罪嫌疑人犯罪 因為在偵查 如果一送到地檢署 他就叫被告了 被告的話可以請求檢察官鑑定 或選任鑑定 那偵查中 可不可以請求司法警察官來鑑定 法院沒有 犯罪嫌疑人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法律還沒修正到 在偵查階段 因為偵查階段檢查 檢警共用24小時 所以好像也沒有那個必要性 那審判中得申請法院選任 選任或主桌鑑定 所以他增定本法198之一 還有修正刑事訴狀法208的第四項 接下來繼續跟各位嘉賓介紹 這個198之一 新修正的198之一 198之一 這次修法有新增加198之一 他說被告辯護人 即得為被告輔佐之 即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 得為可以作為被告輔佐人之人 這個最主要是偵查中可以請求鑑定 並得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 前條就是198第一項 第一項 前條嘛 因為這是198之一 他有提到前條就是198 198前條的第一項的人為鑑定 經濟官委任有鑑定職務者 然後呢 第一項是這樣規定的 鑑定人由審判長寿命法官或檢察官 就下列之人 選任一人或素人 充任之 檢察官也是可以 這是選任的 檢察官也可以選任鑑定人 檢察官也是可以 好 這個是198之一 那我們看第一項 然後呢 第三項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向法院申請 選任前條第一項的人為鑑定 前條第一項就是198第一項 當事人也可以 這個審判中 被告也可以請求申請法院選任或阻託鑑定 好 這是 這是規範在198的這個 198之一 198之一是新修正的第三項 然後這裡有提到說 呃 偵察中是不是可以請求鑑定 請求檢察官鑑定 他這裡有提到這個 163之一的 163條之一的 第一項 的第一款 第二款 還有第三項 第四項 第四項 的前段 第四項是前段的規定 齁 在 在這個可以準用到198之一 於前項請求 於前項請求的時候 齁 可以準用之 齁 在 呃 呃 被告 請求這個 被告 不只被告 辯護人也可以 律師也可以 扶佐人也可以 偵察中 可以請求鑑定 齁 然後他說 呃 在請求鑑定的時候 齁 可以準用163之一的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 還有那個 163之一的第三項 還有第四項的前段 那我們看一下 163之一 1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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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之一 齁 163之一 是 163之一 裡面的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 然後呢 還有第三項 還有 第四項的 前段 好 書記官來製作筆錄 第三項是說那個 延遲 代支 然後第一項的第一款 申請調查的證據 还有戴政事实的关系 申请传换的证人 鉴定人 通议的姓名 性别住所 还有预期结问所需的时间 那 根据 198条的 这个 198 198是新修正的 198 198之一 他说这个 刑事诉讼法163之一的 第一项的第一款第二款 还有第三项第四项 前段的规定 在前项请求的时候 可以准用 就是被告 律师 被告 辩护人 律师在侦查中 请求检察官 选任鉴定人 为鉴定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 这个 被告啦 辩护人啊 辅佐人啊 就是为了让他 期前参与嘛 侦查中 可以请求检察官来 鉴定 于前项 请求的时候 请 这个 被告等人 在向检察官 请求鉴定的时候 可以准用 163 这些条文都是可以准用的 163之一 163之一的 第一项里面的 第一款 跟第二款 他这个 163之一怎么规定 申请人 代理人 辩护人 辩护人 辅佐人 申请调查证据 这是申请调查证据 然后 在这个 被告等人 在申请 向检察官 申请鉴定的时候 要准用 要书面 书面 书面记载 书面记载 什么事项呢 申请鉴定的证据 是什么 这个 申请鉴定的证据 跟犯罪 戴政的事实的 关联性 relationship 然后163之一的 第一项的第二款 申请传犯的证人 鉴定人 通议 就是 被告等人 向检察官 申请鉴定的时候 这个鉴定人的名称 姓名 他的name 他的性别 捐的是什么 他的住所 是什么 居所是什么 预期 结问所需的时间 这些都可以准用 被告等人 向检察官 申请鉴定的时候 163之一的第三项 也可以准用 他说 如果不能提出第一项的书状的话 有正当理由 情况急迫的话 可以用延迟 就是被告等人 可以用 基本上原则上用书面的 原则上用书面 紧急的状况 正当理由 或紧急的时候 可以用延迟来提出 向检察官来提出 这样 然后第四项 163之1的第四项 前段也是应该准用 他说 如果用口头来申请的话 延迟申请的话 被告等人用延迟向检察官来申请 选任 向检察官来申请 这个 审判侦查中 被告等人 请求检察官 鉴定 或选任 鉴定的话 申请人应就 如果是用延迟提出的话 申请人应就 第一项各款 第一项 各款 各款 四项 分别称名 就是因为他 他不是用书面 所以说他就用 申请人 这个被告等人 应就第一项 163之1 第一项 各款 四项 分别向书记官 称名 然后书记官来做笔录 这样 第一个 像检察官还有书记官称名 第一个 调查的证据是什么 证据跟事实的relationship 第二个就是 请求检察官选任鉴定人 请求鉴定 或选任鉴定人的 他的name 姓名 他的gender 性别 他的住居所 还有预期 结问所需的时间 第三个 申请鉴定的文书 或其他文书的 这个catalog 目录这样 好 这个是 这个就是说 新修正的 就是说 侦查中可以请求鉴定 或选任鉴定人 审判中也可以申请 选任或嘱托鉴定 这个的话 规范在 208的第四项 208 那我们看一下 208条的 208 208 208条的 第四项 208条的第四项 第四项 当事人 208条的第四项 当事人于审判中 得向法院 当事人 可以向法院 阻托 可以向法院 申请 申请什么呢 阻托医院 阻托调查局 刑事局 中央警察大学 或其他 相当的机关 机构或团体 为鉴定 或审查他人的 鉴定 并准用 可以 就是 在审判中 当事人于审判中 可以向法院 申请 阻托医院 学校或其他相当的机关 机构或团体 为鉴定 或审查他人的鉴定 然后可以准用到 这个时候可以准用到 刑事诉讼法的 198条的 可以准用到 刑事 刑诉法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可以准用到 刑事诉讼法的 198的第二项 198 可以准用到 刑事诉讼法的 198条 可以准用到 呃 这个的话 208第四项 我们看一下 208的第四项 他说可以准用到 抱歉 198的第二项 198的 可以准用到 198的第二项 抱歉我刚才讲太怪 口误 奇怪我怎么看到 198没有第四项 198只有两项 198的第二项 准用到198的第二项 哦 就是 鉴定人啊 就本案相关专业 意见或资料的提出 或准备 应揭露 就是他的利害关系要揭露 揭露 就是鉴定人的资格 并应揭露本案的利害关系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次鉴定的 呃 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就是 选任鉴定前 付与陈述意见的保障 他说这个 为了有 真实 为了有利这个真实发现 促进 发现真实 真实发现 促进刑事诉讼 的程序的流畅性 明定程序参与者 於偵查中選任鑑定人鑑定遣 偵查中向檢察官申請選任鑑定人鑑定遣 這個被告有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個就是行政程序法裡面的政黨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於審判中選任鑑定人遣得陳述意見 所以他增定本法198-2 刑事訴訟法的198-2 這個也是新修正的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98 就是說檢察官 檢察官於偵查中選任鑑定人之前 這是檢察官 偵查中 檢察官 Posecutor 檢察官偵查中選任鑑定人之前 在他要選任鑑定人之前 等於被告 被告 被告 還有他的辯護人 那沒有胡佐人 陳述意見的機會 然後在法院裡面審判中選任鑑定人之前 他說審判長 這是198-2 198-2裡面的第二項 他說審判長受命法官於審判中選任鑑定人前 當事人 代理人 辯護人 輔助人 得陳述意見 在法院裡面陳述意見的人就比較多 有當事人 檢察官 自訴人 被告都可以 代理人也可以 辯護人也可以 輔助人也可以 在檢察中的話 檢察官於檢察中選任鑑定人之前 他可以給兩種人陳述意見 第一個是被告 第二個是辯護人 在審判中他的範圍比較廣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報告 第四個重點 明定鑑定報告應記載的事項 還有鑑定人於審判中原則上應道庭 然後延遲說明 他說明定鑑定的延遲書面報告 就是鑑定延遲報告 書面報告要記載哪些事項 就是把它格式化 format的 統一 然後作為證據能力的前提要件 證據能力就是有證據的資格 並為了落實傳聞法則 傳聞法則就是 被告以外之人 就是包含鑑定 與審判庭以外講的話 就是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能當作證據 傳聞法則 就是被告以外之人 除了被告以外之人 就包含鑑定人 被告以外之人就是鑑定人 在法庭以外講的話 因為沒有經過交互結婚 也沒有經過法官的訓問證據調查 所以原則上是 這是傳聞證據不能當證據 那他說呢 落實傳聞證據 建立人於審判中 原則上應道庭以原詞說明 然後這個是修正刑事訴訟法 206條的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項 修正206條的三項 四項 五項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刑事訴訟法的第三項 四項 五項 這是二零六 二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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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六條 三項 四項 五項 三項 四項 五項 三 四 五 這個就是修正的 然後二零六的那個 刑事訴訟法 二零六條 刑事訴訟法 二零六第三項 第三項 它有提到 它說第一項的 延遲或書面報告 鑑定報告 可以用延遲的 也可以用書面的 要包括這些四項 規範在 明文規範在 二零六條裡面的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的 二零六裡面的第三項 它第一款 專業能力 鑑定人的專業能力 有助於事實認定 就是它要表明 它的那個 professional ability capability 第二個就是 鑑定是以足夠的事實 或資料為基礎 鑑定的這個 它的basis 第一個要有 sufficient the fact 還有sufficient the data 第三個 以可靠的原理或方法 做成 整個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它是怎樣呢 根據什麼做成呢 第一個 reliable principle reliable principle 原則 reliable method 方法來做成的 第四款 千款的原理方法 系以可靠方式 適用於鑑定方式 它說這個 這個principal 或是說 method 它是用個reliable method apply to apply to 運用到那個 要鑑定的事項這樣 好 這個是二零六的第三項 規定的 整個鑑定的報告要包含這四項 那二零六的第四項 就是審判中 因此鑑定人要到場說明 但是經當事人民事同意 書面報告得為證據者 不在此限 當事人如果說 願意說這個鑑定人用 書面報告來代替的話 不用延遲報告 那就不用 原則上要 原則上鑑定人要到庭說 到庭延遲說明 然後二零六的第五項 前項書面報告 如今實施鑑定的人 於審判中 以延遲陳述 該書面報告的作成為證證者 得為證據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206條的第五項 要當在法庭上能夠具有證據能力 證據資格 然後可以當作證據的話 證據的話 必須要怎樣呢 這個書面報告 若今實施鑑定之人 於審判中以延遲陳述 這個書面報告的作成是真的 真正他做的 這樣的話 才可以當證據 好 這是修訂的重點 修訂的重點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報告一下 這次修正的第五個重點 鑑定機關如具特別可信性 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得為證據 他說 檢察官或法官 主托機關鑑定的這一個書面的報告 如果經當事人民事同意的話 為尊重當事人的這個處分權 如系依法令具有職權 鑑定 鑑識 或檢驗專業的機關所為 或經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認證的機構或團體 所實施 他的鑑定程序 已有相當的規範 或經認證 足以確保他的專業性 professional 公正性 或neutral 中立性 為了兼顧鑑定機關的量能 司法資源的 reasonable allocation 明定上海機關的鑑定報告 得為證據 這次有修正的 208條的第一項 還有第三項 好 這個就是說 第五個重點就是說 鑑定機關如具有 特別的可信性 他的書面報告事實上是 具有證據能力 可以作為證據 作為證據的 這是修正的208條的 那個 第一項 第一項 還有 第三項 第一項跟第三項 好 那我們看一下 208 刑事訴訟法208 這次新修正的208條的第一項 法院或檢察官得 阻託醫院 學校或其他相當的機關 機構團體為鑑定 或審查他人的鑑定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 准用203條到206條之一的規定 他說 請需以延遲報告 以延遲報告或說明時 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人為之 這個就是 這是新修訂的 他說法院或檢察官可以署託醫院 學校 法院或檢察官 因為這次有新增加偵查中 偵查中也賦予檢察官可以選任鑑定人 所以他208有修正 208定項修正 法院或檢察官 得署託醫院 他有新增加檢察官 學校或其他相關的機關 機構學校為鑑定 或審查他人的鑑定 review review他人的鑑定 除本條令有規定以外 准用刑事訴訟法203到206-1的規定 然後他說 需以延遲報告或說明者 需要用延遲來說明他的鑑定報告的話 得命實施鑑定人來說他的延遲報告 可以命令他來實施延遲報告 然後准用203到206-1 203 准用到203條 203 准用203 鑑定人與法院外鑑定 203、204到206-1 行鑑定的時候 法院或檢察官可以通知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 這個是 208的新修正第一項 新增加檢察官 第三項 基本上 需要用延遲報告或說明的話 可以實施鑑定或審查人 用延遲來說明或來報告 然後這次又修正了208的第三項 他說 第一項的書面報告有下列情形的話 可以為證據 要有下列情形的話可以為證據 第一個 當事人 民事同意 這個是決定沒問題的 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 如果依照法令 然後可以確保他的專業性 公正性、中立性 所以呢 這個鑑定報告可以當作證據 然後 刑事訴訟法 208條 這次修法 第三項 又增加一個第三 第三款 就是 經主管機關認證的機構或團體所實施的鑑定 經過主管機關認定的 認證的 好 這是208的第三項 這個就是說 鑑定機關 如果具有特別可信性 如果具有特別可信性 他的書面報告 鑑定機關的書面報告 是可以當作證據的 可以當作證據的這樣 繼續跟各位嘉賓介紹 第六點 機關鑑定應有具鑑定資格之人 要簽名 報告 實施 由他來實施 然後 不能叫助理 旁邊的小弟 小妹來做 然後必須要報告要簽名 為此機關鑑定更為周延 明定為機關實施鑑定的 為機關實施鑑定的自然人 要具備鑑定人的資格 好 就是不能叫他助理來做 並應於鑑定前拒絕 且以書面報告據明 這是修法的208條的第二項 那我們看一下208條的第二項 他說 前項情形其是鑑定或審查之人 應由198條第一項之人衝之 並准用第202條之規定 及應於書面報告據明 他這個是208條裡面的第二項新修正的 其實是鑑定或審查之人 應由198條 應由第198條第一項之人衝之 198 那我們看一下哪些人可以來鑑定 198 第項 這個208條裡面 208條裡面他有提到 208條第二項裡面他有提到說 應該由198條裡面的第一項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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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一項的人 鑑定人由審判長壽命法官或檢察官 這一次修法有把檢察官加進去 然後呢 因為他的knowledge 學識 他的technic 技術 他的experience 經驗 他的training 他的訓練 教育 education 就這個identification authentification authentification 具有professional ability 然後經過政府機關authorized 他具有authentic authentification position 的人 好 然後他這個208條第二項 208條第二項 這次修法 他也有提到說 第二項 並准用202 准用 准用 刑事訴訟法202條的規定 200 第202條的 准用202條的規定 202的規定 鑑定人 鑑定人要不要拒絕 鑑定人跟證人一樣都要拒絕 其結文內 因記載 必為公正誠實 公正誠實的 等於 好 這個是 這次修法第六個重點 那我們看一下第七個重點 第七個重點 第七個重點就是說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機關鑑定 當事人也可以自己委任 為了維持武器平等 檢察官代表國家的攻擊被告 檢察官可以找人來鑑定 那是不是被告 制術人也可以來鑑定 這次修法就是為了考量維持武器平等 發現真實的必要 免定當事人 當事人 當事人包含檢察官被告還有製術人 對於 對於審判中委任 醫院 醫院 學校或其他相當機關 相當的機關 機構或團體為鑑定 或審查他人的鑑定 並得因鑑定的必要 向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申請 將關於鑑定的物 交付受委託的機關 機構或團體 因委託鑑定或審查 把review 所生的費用 由委託之人來擔任 這是這次修法 有新增加了208條的 第五項 第六項 第七項 五六七 那我們看一下208 208 208 這次修法208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208是非常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個條文 在鑑定方面 有關於2023的刑事塑造法 修法208是非常重要的條文 他說這次有修正的 208的第五項 五六七 五六七這三項 我們先從第七項看好了 他說因第五項委託鑑定 或審查他人鑑定所生的費用 這就是審判中 當事人與審判中被告或知數人 在審判中委託機關鑑定的話 那鑑定是不是有那個 authentification fee 這個費用誰來負擔 當然不可能國家負擔 因為他是自己要自願 volunteer 要去鑑定的 那當然是要委託自己負擔 208的那個 第五項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醫院學校或其他機關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的機關 相當之機關機構或團體為authentification 或review review 別人的那個authentification 然後呢 他說這個 並准用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一項到第三項 還有198第二項的規定 這個就是說因為 當事人被告或知數人他審判中要委託其他機關鑑定 所以 呃 這個就是新增加的啦 新增加的第五項 當事人可以委託鑑定 這就是武器平等 武器平等的原則 好 那我們看一下208的第五項裡面 他說准用第一項到第三項 准用 背告還有知數人在委託其他機關鑑定的時候啊 准用第一項 得命時其需與延遲報告或說明者 可以命令鑑定的人 用延遲來說明 然後呢 要簽名 鑑定的人要再報告簽名 然後呢 這個順便鑑定報告有下面的情形的話 可以當作證據 當事人民事 或是說 依法令 具有執掌鑑定 見識或檢驗業務的機關所為的鑑定 他的書面報告就可以 具有證據能力 可以當證據 208的第三項 金主管機關認證的機構或團體所實施的鑑定 因為這個 我們就是開啟 為了考量武器平等 發現真實嘛 我們讓當事人在審判中可以委任機關來鑑定 所以有關於鑑定的相關規定 就是可以准用的apply到208的第五項 還有呢 198條的第二項也是可以准用的 可以准用到198的第二項 198的 我們看一下198的第二項 198的這一個 198 198的第二項 又要揭露了 就是利害關係揭露了 建立人就是利益迴避了 建立人就本案相關專業的 professional opinion或data的prepare或submit submit要open following information 有沒有分工合作關係 我這個實在搞不清楚什麼分工什麼合作 這個實在是要定義清楚一點點 好 這個是 有關於208條的第五項的規定 那我們看一下208條的第六項的規定 前項情形當事人因鑑定的必要 向審判長或壽命法官申請 將 關於鑑定的物交互受委託的醫院 學校 或其他相關的機關機構或團體 可以把那個物交給他 准用163到163 163之1 163之2 可以准用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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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准用163 163之1 還有准用到163之2 就是把這些物品交給受委任的機關 學校或機關 相當的機關團體 他們才能夠來鑑定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可以准用163 到163之1 163之2 那我們看一下163 163 就是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 來委託機關鑑定 然後把這個要委託鑑定的物品 交給受委託的機關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就准用了163 准用163 163之1 163 准用163之2 163 准用163 163之 准用三條 163 163之1 163之2 163 它說准用了 就是說可以申請調查證據 就是說可以申請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的時候 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以後才可以把它申請鑑定 163 163可以准用的 申请调查证据 这个208条 我们看一下208条 208条的第六项 208条的第六项 他说 前项情形当事人得因鉴定的必要 向审判长或寿命法官申请 将官吕鉴定的物 请将官吕鉴定的物交付给受委托的医院机关或学校 就是把这个要鉴定的东西 交付给受托鉴定的机关 然后在这个过程准用163到163 准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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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163-1 还有163-2 他说当事人 代理人辩护人 申请调查的证据 法院认为不必要的话 可以裁定驳回之 但是他不是调查证据 他是申请鉴定 法院可以把他驳回 申请鉴定的话可以把他驳回 163-2 163-1的话就是 这个被告要申请 向法院申请鉴定 这个要用书状来展明下列的事项 163 那的话就是说被告要 或知数人要申请鉴定的话 在申请鉴定的时候 可以来询问这个证人 鉴定人 可以询问证人 鉴定人 这个如果是 还有被告 还有被告 因为有可能是检察官 来申请鉴定的 可以询问证人 鉴定人 被告 就是当事人 代理人 辩护人 辅佐人 得申请 这个鉴定 鉴定的时候 可以调查 在申请鉴定的时候 可以询问这些人 就对了 然后 审判长除认为 有不当的话 不得禁止 申请鉴定 那 这个是说 这个163的申请 调查证据是 当事人 代理人 辅佐人 那208的第六项 我们看一下208的第六项 208的第六项是当事人 他只有限定当事人 当事人 在委托鉴定的时候 当事人 当事人 所以这个准用 准用 第六项 当事人 他准用到163条的时候 只有当事人 当事人 他的主体是当事人 这个163的主体 他在询问 申请调查证据的时候 可以询问证人 鉴定人 被告 这个他的主体 询问的主体 他的范围比较广 范围比较广 范围比较广 包含了辩护人 胡佐人 可是这个208的第六项里面 只有当事人 当事人 当事人 因为他第208 208的第五项 他就会把他限缩在这个当事人 当事人于审判中 得委任 学校或其他机关 那 跟这一个 这个申请调 申请鉴定 申请鉴定的话 因为有鉴定的费用 有 有鉴定的费用 所以 这个 如果是辩护律师 要来申请鉴定的话 恐怕也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所以辩护律师可不可以申请鉴定 好像是不可以的 根据208的第五项 要不要开放给律师 来申请鉴定 嗯 假设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事实上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辅佐人 如果他可以出示证明 也得到当事人的同意 然后费用 当事人也愿意付 当然我觉得是 208的第五项 不一定说一定要限时在这个 就是说 审判中可以委托 机关来鉴定 限缩在当事人 可不可以考虑开放到辩护人 辅佐人 那开放给辩护人跟辅佐人 恐怕就是不能违反的 辩护人跟辅佐人 不能违反的当事人的本意 可能要有个书面同意书 然后有关于鉴定的费用 当事人也愿意吸收承担 这个时候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觉得208条的第五项 是可以修法的 可以修法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次修法的 新的规定 第八点 法院得选任专家学者 陈述他法律上的意义 专家学者可以承认 法律上的专业的意见 好 为了协助法院妥事做出裁判 明定法院得一职权 或申请 选任本案法律问题的专家学者 征询其法律上的意见 所以他这次有征定的211-1 我们看一下211-1 211-1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得一职权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一职权 或以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辅助人的申请 就本案的法律问题 专专专业 professional legal question issue 选任专家学者 以书面 可以用书面 或是说 审判其日到场陈述他法律的意见 前项意见 与辩论中间 前因告知 当事人 辩护人 使其辩护 就是要让当事人知道 辩护人 让他能够进行防御 好 这是211-1的制一规定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修法 第九个重点 修正条文分阶段施行 他说 关于鉴定制度的重大变革 势必对于现行实务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点 为了使 省便 省便 省就是法院 省就是检察官 便就是辩护人 及鉴定人各方 省便 鉴定人各方 均能妥事因应 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明定鉴定人 于审判中 应道庭 以言辞说明 当事人于审判中得委任机关鉴定 还有法院得选任学者专家 陈述他法律上 legal opinion 等等的sections 这些条文 公布后一年后实施 区域条文 则在公布日实行 令规判修正前 以进行程序的效力 让性质能够更顺畅 整个来看 这一次的 去年的2023年的 2023年12月1日立法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 有关于鉴定的修正案 它的重点就是第一个 它有以下的重点 就是明文规定鉴定人的资格 它的资格是什么 并应该揭入本案的利益关系 这个就是 鉴定人的资格是什么 然后揭入跟本案的利益关系 这个有点像行政法的利益回避原则 然后第二个大点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侦查中可以请求authentification或选任鉴定 侦查中也可以 审判中也可以申请选任跟属托鉴定 审判中也可以 侦查中也可以 第三个 选任鉴定前 呼吁陈述意见的保障 这是第三点 就是说 明定程序参与者 于侦查中选任辩护鉴定人 鉴定之前 在选任鉴定人 实施鉴定之前 让他有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是Due Process of Law 审判中选任鉴定人前 也可以陈述机会 意见 他的意见 当事人的意见 第四个修正重点就是 明定鉴定的authentification report 应该记载了哪些事项 然后呢 鉴定人于审判中原则上 这是原则上 应该倒庭用言辞来说明 第五个重点 鉴定机关如果具有特别的可信性 他的这个鉴定机关的书面报告 是可以当做证据的 具有证据能力 可以当证据的 第六个重点就是 就是鉴定机关的鉴定 应该由哪些人实施呢 具有真正具有鉴定资格的 那一个鉴定人来实施 而且要属民 属民 要属民 属民 然后呢 鉴定之前 在鉴定之前 要拒绝 拒绝 按照报告里面要签名 签名 然后第七个重点就是 当事人于审判中得委任机关鉴定 那我觉得这个当事人 事实上以后还可以把它扩展 扩展 扩展 因为现在目前就只有限缩在当事人 那如果是辩护人跟辅佐人就不行了 那如果辩护人辅佐人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而且当事人也愿意负担这个鉴定的费用 那我觉得这个当事人 不一定要有当事人来委托 限缩在当事人 辩护人也可以 辅佐人也是可以 这样 好 第八个修正重点就是 法院可以选任专家学者 来陈述他法律上的专业意见 第九个重点就是修正条文 分阶段施行 分阶段施行 好 这个是鉴定的这一个 有关于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这个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有关于鉴定的部分 在2023年的12月1号 国会有新通过刑事诉讼法 刑诉法的这个修正案 所以刑事诉讼法的这个鉴定 他有一些新的规定 新的规定 这些规定事实上还蛮 还蛮重要的 还蛮重要的 这是新的这一个 新的这一个修正案 新的修正案 新的修正案 这个部分 说实在也是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一看 还没有其他的 比较 重要的这一个 看看还没有其他 比较重要的一些 相关的 规定 好 看看还没有其他 比较相关的 比较重要的这个 相关的 规定 好 再来去年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科行的时候 科行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去年的2023的 圆月修法 有一个就是 科行调查程序的小域 就是 审判长在科行调查程序的时候 应该先小域 告知当事人 科行资料 要提出证明的程序 然后对定执行型的程序 他给他 进行保障 就是检察官 申请法院 来定应该执行的时候 法院原则上 应该给予受刑人 延迟的 陈述意见的机会 或给予受刑人 以书面 陈述意见的机会 然后记载 定 定应执行型 审酌的事项 然后驳回再审的规定 然后再来是检审分立 地方法院检察署 就是地方法院这个名称把它改成这个法院对应的检察署 检察官 好 那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就是这个立法院删读通过 在2023年的12月1号 立法院我们的国会 删读通过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然后呢 强化了鉴定制度的程序上的保障 严谨的证据的这个法则 严谨的证据的这个法则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 有关于鉴定的这个 鉴定的变革 事实上是 对民众的对民众的这个影响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对民众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加于介绍的必要 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这个 有关于这个刑事诉讼法 他这个删读就是去年2023年 他有通过这个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刑事补偿法部分条文也有修正案 刑事补偿法 刑事补偿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他有说将受害人误导侵查或审判的行为 受害人误导侵查 受害人误导审判 它的类型怎么误导 把它具体化明文化 明定应经合法调查的证据证明 然后再来 受理补偿事件的机关 得以弹性省着补偿的金额 然后就请求人 以脚的罚金 易科罚缓的补偿 修正为 以脚金额1.5倍到2倍这样 1.5倍到2倍 就是补偿金额给它提高 然后呢 未时补偿金额 第三个重点 未时补偿金额 标准回归一般规定 所以 把它删除了 然后第四个 将受刑人可规则是由明文具体化 受刑人可规则是由 可能会减少它的补偿金额 第五个重点 互以补偿请求人分期支付的请求权 补偿 补偿请求人分期支付 它可以分期支付的请求权 使补偿 使补偿 支付方式 就是可以分期付款就对了 请求权 然后不起诉处分 测为起诉或裁判确定的事实 因为不可以规则受害人 而知悉 受害知悉在后的话 它补偿请求权时效 就它知悉的时候开始起算 还有它的时间的限制这样 然后如果有发现新事实的话 合理相信足以动摇 原不利于补偿请求人的确定决定的话 应该赋予说他申请开启重审的机会 然后就新事实新证据再给他定义 然后第九点 为避免刑事补偿事件再发生 他说司法院应于补偿决定确定后 进行必要的调查或研究 分析刑事误判的原因 好就是为什么会误判 第四个 确定在我国主权所及换围内的任何人 就受到合理平等的待遇 好 删除现行以国际公约或外国人的本国法律 删除现行以国际公约或外国人的本国法律 中华民国人民得享有同一权利者 外国人使人准用的规定 这个把它删除掉了 好 这个就是刑事补偿法的他的 他的新修正的这一个 的资料 好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您的聆听 那也恭祝各位嘉宾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您的聆听 谢谢